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乔丽肥叶 驻新疆阿克苏区域的负责人 于新杰 俗话说 360行行行出状元 听说近两年呢 阿克苏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玉米大王 他种植的玉米 不但卖价高 并且卖的比别人家的还要快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今天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 一块到阿克苏走市 去探索一下玉米大王的种植秘诀 给我们的小牌和广角 你看 嗯 嗯 嗯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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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才可以吃饭 老夫把 démal 妈妈 你懂的吃饭 然后我们也来吃饭 然后我们也吃饭 咱们吃饭 咱们吃这几年了 吃饭了 半年了 他的玉米和其他的玉米有口感 还有啥不同吗还是 甜 特别甜 特别甜 但是他的玉米卖的贵啊 贵就好吃就行 可以可以 唐大哥这个摊物 钱的这个包名马上就卖完了 然后呢 好不容易就抽到这个唐大哥不太忙的时候 我们现在来这个 采访一下唐大哥这个玉米 卖的这么火爆的一些秘诀在哪里 唐大哥 你好 你好 然后就是那个今天过来 看到你那个摊物钱 刚才那个人是络绎不绝 这个包米马上就卖完了 你这个包米 我就是刚才撞了这么一圈 这个整个走势 你的包米是卖的应该是最贵的 然后卖的也是最快的 那你那个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你那个卖的这么火爆的这个秘诀在哪个地方 最关键的是两个 一个是品种 品种选的好 再一个就是用的培料好 水料嘛就是主要我们还是咱们的巧克力 冲出来的玉米它一个饱满度好 再一个就是口感好 你像是水果玉米 我们水果玉米的上上也是 甜都是最最甜的 糯玉米几乎在上 大家的好评也是相当好的 也就说是口感 大家都说是最好吃的 这些是不是最好吃的 大家说了算 东西种好了 口感好 人家都认可 他认可了之后 他过来买的时候 他愿意出高价 我像光生酿素 都说可以 要效果好得多 你光生酿素 它是个头长大了 口感不行 价钱卖不上去 对对对 销量也走不起来 对对对 你今天是总共卖了有多少公斤 今天有一斤多一点 一斤多一点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个大姐 过来批发玉米的 批发的 自己到地里去掰 然后自己背出来 不能挑 挨个挨个的这 然后那个姐刚才说了 现在时间还稍微早一点 在稍微晚一点之后 这个地方全是过来抢货的人 都是过来抢货的人 第一次听说 唐大哥 您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用了桥梨之后 你这个感觉你的玉米 跟之前 它们其他肥料的 相比的话 差距在哪些地方 就是这个用出来之后 最明显的就是口感好 再一个就是它不早摔 它的甜度 弱性 都超过 什么别的化肥 就比如说像这个水果玉米 我们跟我们朋友 他们种的是同样的品种 种完之后 他们的那个甜度 跟我们相比 都差得好远 这个一亩地的话 大概可以产多少玉米 反正一般都是一吨多 一吨多 我看您这个地里都是用的低管袋 然后每次的话 大概用量的话是多少公斤巧克力 基本上 反正每第一次水都用上一次巧克力 大概每次在 7到10公斤之间 一亩地喝到7到10公斤的巧克力 就是7到10公斤之间 我感觉效果还是挺好 最起码来说叶片不早摔 对 大家通过今天采访唐大哥这个视频 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都在选择高品质 口感好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 然后也最后 我们巧克力也祝愿 所有的广大的种植户 都能够像我们唐大哥一样 能够年年来一个大丰收 年年花一个大台